大家好,我妻子欣悦最近在香港找了份工作 找了份工作他每天他有五点多的起床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流氓 只是他们的打手,可能就是政法委的政治流氓 剥夺西悦的睡眠的权利,使他不能够安心正常的休息,工作 然后呢,刺伤他的皮肤 他所使用的工具呢,就是电子武器 他这样的行为对西悦进行迫害已经长达了十余年 西悦和我作为共产党被共产党抵押贩卖换钱的人体实验品 西悦在香港同样处于像王李军在锦中那样的心理现场研究中心一样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这会高层的政治流氓 他们指使政法委的打手,使用电子武器 伤害西悦,伤害西悦的皮肤 侵扰,干扰,剥夺西悦的睡眠和休息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高层的这伙政治流氓 指使政法委的这群打手 使用电子武器的这群打手 包括在我这儿迫害我的这伙人 经奥尔森派出所的警员的暗中指证 使用东北勇盲 他们对我们进行了草不仁道的迫害 他们现在还在侵扰伤害西悦 他们对我们实行的就是 典型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谋杀 他们根本目的就是想从经济上断绝 名誉上搞乘 肉体要消灭完了 进而霸占我们应得的财产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野蛮的反人类的罪行 好 谢谢